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在厂库呢,我在坐着班,随时就拿了一个罐头 我还没打开来,这个LIF就跑过来了 啊,整牛叉呀,我都没打开来,都没有味道来 他就知道,啊,我有吃的了 我平时叫他过来,他都不过来 我拿一个东西,他就过来了 真佩服他们啊,隔着这个罐头都能闻到气味 只到这个罐头是被我拿起来了 我这个罐头一打开,不想倒给他们吃了 就让他们这甜的吃吧,免得啊,放到地上 两秒钟就吃完了 自己乖聪明了,自己就给他吊起来了啊 还要找一个美人的地方,慢慢去享受这个美食 他大的他不敢,他不敢,他就是咬小的 我刚刚给他吃饭,我知道许鸣就已经快下雨了 我又说东西,我看那俩哥,怎么又跟他弯一个鸡 怎么又批着了 我想到底是,是别的东西,搞死了还是跟人家死了 我怕是他们那么 原来有个野猫,也喜欢抓鸡 一定的猫就是他俩跟他弯弯 他不吃,他喜欢弯 给他弯死了了 一定的都是猫,我太用了 给这个猫买一刀 他觉得他喜欢到你那儿玩 因为你一样还喂他一点东西 他跑你那儿玩,看着脚挤了 他吃东西,他吃习惯了 因为他这是鸡眼炫买来的小鸡,他小的省 他跑来卖 咱又停下来,这样老死了 你看我给他算啊 这个,这个,这个狗给他 他俩一块 你这俩狗呢 知道以后一个他算,就不要乱放 他这儿不在买回来的小省底 他小的小小公鸡 可以下雨了 以后就不换了 就给他算 对,本来是传货 他喜欢往你那儿传 他就让你那儿搞点东西 他就让你那儿搞点东西 嗯,他都跑到鸡我里面去了 他那鸡我都不变 现在都没那钱差得紧 他被跑到鸡我里面 他被捻回来,他被捻回来 对 你都不知道是他这个狗搞的 这两个小破狗,闯火了吧 以后也别跑了 闯火了吧 嗯 闯火了吧 不跑了吧 嗯 闯火了吧 嗯 今天他们两个小狗闯火了 帮人家的小鸡子都咬死了好几指 人家都找过来了 挡着我面,就来讲这两只小狗 啊,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给他爽起来了 然后把这个小五的再给他弄出来吧 就让他们在门口啊 下雨了有个五的啊 不爽起来不行了啊 都热死了闯火了 这个小狗也听不懂话 这个小狗也听不懂话 所以你跟他讲闯火了 把小鸡咬死了,下次不能再咬了 这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限制他的自由了 他们不喜欢吃小鸡 但是呢,他们跟小鸡子玩 然后呢,肯定嘴就下口中了 就把小鸡子咬死了 不过你看他两个啊 也知道我生气了 不高兴他们了 一直在这站着大眼邓小眼的看着我 只要我爽着他们 他们就知道他们犯错了 但是呢,小狗的智商也就那样 他们知道犯错了 但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